大家好,我是王树森 从这节课开始 我们学习推荐系统链路上的召回环节 这节课内容是基于物品的协同过滤 缩写是Item CF Item意思是物品 CF是Collaborative Filtering的缩写 意思是协同过滤 首先用个通俗的例子解释Item CF的原理 比方说我喜欢看笑傲江湖 笑傲江湖与录领记相似 而且我没有看过录领记 那么系统会给我推荐录领记 推荐的理由是两个物品很相似 系统通过历史记录 可以知道我喜欢看笑傲江湖 而且我没有看过录领记 但是推荐系统如何知道笑傲江湖与录领记相似呢 有很多种办法可以做到 比如用知识图谱 两本书的作者相同 所以两本书相似 还可以基于全体用户的行为 判断两个物品的相似性 比如看过笑傲江湖的用户也看过录领记 给笑傲江湖写好评的用户也给录领记写好评 我们可以从用户的行为中挖掘出物品之间的相似性 再利用物品之间的相似性做推荐 下面讲解Item CF具体怎么做 每个用户都交互过若干物品 比如点击点赞收藏转发过的物品 可以量化用户对物品的兴趣 比如点击点赞收藏转发的四种行为各算一分 在这个例子中 用户对四个物品的兴趣分数分别是2、1、4、3 这是用户没有交互过的候选物品 我们要决定是否把这个物品推荐给用户 假设我们知道物品两两之间的相似度 比如它们的相似度分别是0.1、0.4、0.2、0.6 后面会详细讲解相似度是如何计算出来的 用下面的公式来预估用户对候选物品的兴趣 这一项是用户对第这个物品的兴趣 也就是图中左边的四个分数 2、1、4、3 这一项是第这个物品与候选物品之间的相似度 也就是图中右边的四个分数 0.1、0.4、0.2、0.6 把两项相乘 再把所有的成绩相加得到总分 总分表示用户对候选物品的兴趣 在这个例子中 从用户到候选物品有四条路径 所以要计算四个分数 然后把它们相加 计算2乘以0.1 加1乘以0.4 加4乘以0.2 加3乘以0.6 这里的2、1、4、3 是用户对四个物品的兴趣分数 0.1、0.4、0.2、0.6 是物品之间的相似度 四个分数相加等于3.2 表示用户对候选物品的兴趣 举个例子 有2000个候选物品 我们逐一计算用户对候选物品的兴趣分数 然后返回其中分数最高的100个物品 我们来看看具体如何计算两个物品之间的相似度 计算物品相似度的基本想法是这样的 两个物品的受众重合度越高 两个物品就越相似 我们可以从数据中挖掘出物品的相似度 举个例子 喜欢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的读者重合度很高 因此可以认为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相似 我举个例子来说明什么样的两个物品被判定为不相似 下面是一些用户 这些边表示用户喜欢物品 红色和绿色这两个物品的受众没有重合 这意味着两个物品不相似 这个例子中的两个物品被判定为相似 这是因为两个物品的受众重合度非常高 我们来计算两个物品的相似度 把喜欢物品I1的用户记作集合W1 W1是用户的集合 把喜欢物品I2的用户记作集合W2 把集合W1、W2的交集记作V V包含同时喜欢物品I1、I2的用户 用这个公式计算物品I1、I2的相似度 公式中的分子是集合V的大小 计算两个物品都感兴趣的用户的人数 分母是集合W1、W2大小的乘积 再举根号 这样计算出的相似度 一定是一个介于0到1之间的数 数值越大表示两个物品越相似 为什么相似度是介于0到1之间的呢? 这是因为集合V比W1、W2都要小 注意 这个公式没有考虑用户喜欢物品的程度 用这个公式只要是喜欢就看作1 不喜欢就看作0 如果想要用到喜欢的程度 需要改一下这个公式 比如点击点赞收藏转发各自算一分 用户对物品的喜欢程度最多可以是4分 现在我们考虑用户喜欢物品的程度 其他都一样 只有下面的公式变了 分子把用户小V对物品I1、I2的兴趣分数相乘 然后取连加 连加是关于用户小V取的 用户小V同时喜欢两个物品 如果兴趣分数的取值是0或者1 那么分子就是同时喜欢两个物品的人数 也就是集合V的大小 公式的分母是两个根号的成绩 第一项是用户对物品I1的兴趣分数 关于所有用户求连加 然后开根号 第二项类似 用户对物品I2的兴趣分数 关于所有用户求连加 然后开根号 这个公式计算出的数值介于0到1之间 表示两个物品的相似度 其实这个公式就是余线相似度 cosine similarity 把一个物品表示为一个向量 向量每个元素对应一个用户 元素的值就是用户对物品的兴趣分数 两个向量的夹角的余线就是这个公式 我不展开讲了 大家自己思考一下 为什么这个公式是余线相似度 小结一下前面的内容 item.cf的基本思想是根据物品的相似度做推荐 如果某个用户喜欢物品I 而且物品I跟物品I相似 那么该用户很可能会喜欢物品I 做推荐就需要预估用户对候选物品的兴趣有多强 给每个物品打一个分数 把分数高的物品推荐给用户 预估兴趣分数要用这个公式 从用户的历史行为记录中 我们知道用户对物品J的兴趣 我们还知道物品J与候选物品的相似度 把两个数相乘 然后关于物品J去连加 作为用户对候选物品兴趣分数的预估 可以这样理解 用户对物品J感兴趣 兴趣传递到候选物品 得到用户对候选物品的兴趣分数 有很多条这样的路径 把兴趣从用户传递到物品J 再传递到候选物品 把这些路径全都加起来 就是用户对候选物品的兴趣分数 这个公式需要知道 每两个物品之间的相似度 我们事先计算物品两两之间的相似度 并且保存起来 这样计算物品两两之间的相似度 把每个物品表示为一个吸收向量 向量每一个元素对应一个用户 相似度Same函数 就是两个向量加小的余弦 其实就是机器学习里面常用的Cosign相似度 我已经讲完了Item CF的原理 下面我要讲解Item CF 用于召回的完整流程 为了能在线上做到实时的推荐 系统必须要事先做离线计算 建立两个索引 一个索引是用户到物品 索引记录每个用户最近点击过交互过的物品的ID 比如最近交互过的200个物品 有了这个索引之后 给定任意用户ID 可以快速返回他近期感兴趣的物品列表 另一个索引是从物品到物品 我们首先要计算物品之间两两相似度 这个计算量会比较大 对于每个物品索引他最相似的K个物品 比如K等于10或者100 有了这个索引之后 给定任意物品ID 可以快速查出他最相似的K个物品的ID 而且知道相似度分数 这里演示一下第一个索引 也就是用户到物品的索引 这些是用户ID 比如小红书有几亿个用户 每个用户有一个ID 我们记录每个用户 最近点击交互过的物品ID 每个物品还有一个兴趣分数 比方说点击点赞收藏转发各算一分 相加就是用户对物品的兴趣分数 这是第一个用户的物品列表 里面记录了物品ID和分数 分数有高有低 这是第二个用户的物品列表 也是记录物品的ID和分数 每个用户都有一个列表 另一个索引是从物品到物品 这些是物品的ID 比如小红书有几亿篇笔记 每篇笔记就是一个物品 索引记录每个物品最相似的 K个物品的ID和相似度 这些是第一个物品最相似的 K个物品的列表 其中的分数 0.7 0.6 0.6 0.3 0.3表示相似度 从高到低排列 这些是第二个物品最相似的K个物品的列表 也记录了物品ID和相似度分数 给定任意一个物品ID 用这个索引可以快速找到它最相似的K个物品 有了索引之后 我们可以在线上给用户做实时推荐 比如现在有个用户刷小红书 系统要开始做推荐 系统知道这个用户的ID 首先查看用户到物品的索引 可以快速找到这位用户 近期感兴趣的物品的列表 我们把用户最近交互过的物品 叫做LastN 对于LastN集合中的每个物品 我们利用物品到物品的索引 找到TopK相似物品 用户最近有N个感兴趣的物品 我们又找到了每个物品的TopK相似物品 那么一共取回N乘以K个物品 对于取回的N乘以K个相似物品 用公式预估用户对物品的兴趣分数 按照分数从高到低对物品做排序 返回分数最高的100个物品 这100个物品就是ItemCF这个召回通道的输出 会跟其他召回通道的输出融合起来 然后做排序最终展示给用户 为什么要用索引呢 数据库中有上亿个物品 如果挨个用公式计算用户 对所有物品的兴趣分数 计算量会爆 索引的意义在于避免每举所有的物品 假如我们记录用户最近感兴趣的 N等于200个物品 取回每个物品最相似的K等于10个物品 那么一共也就取回N乘以K等于2000个物品 用公式给这2000个物品打分 也就是说分别预估用户对这2000个物品的兴趣分数 返回分数最高的100个物品 作为ItemCF这个召回通道的结果 这样的计算量是很小的 可以做到在线实时计算 总结一下 用索引的话离线计算量大 需要更新两个索引 好处是每次线上做召回都很快 只需要给2000个物品打分 不需要访问上亿个物品 最后我演示一下ItemCF做召回的流程 用户登录之后 系统要给这位用户做推荐 知道用户的ID 利用用户到物品的索引 找到用户近期感兴趣的物品 这个列表记录了物品的ID和兴趣分数 接下来我们要利用物品到物品的索引 找到每个物品的TopK相似物品 知道这个物品的ID 我们要取回它最相似的K个物品 这些就是TopK相似物品的ID和相似度 这个例子中K等于2 用同样的方法 根据物品到物品的索引 找到每个物品的TopK相似物品 TopK相似会召回很多物品 可以用这节课前面介绍过的公式 计算用户对召回物品的兴趣分数 根据算出的分数做排序 返回排在前100的物品 做计算的时候需要用到这些列表里的数值 用到上面列表中用户对物品的兴趣分数 用到下面列表中物品和物品的相似度分数 把兴趣分数跟相似度分数相成 如果取回的物品ID有重复的就去重 把分数加起来 最后总结一下这节课的内容 Item CF的原理是这样的 如果某位用户喜欢物品IE 那么他可能喜欢跟物品IE相似的物品 即做IR 物品的相似度是根据交互过的用户来定的 如果喜欢物品IE和IR的用户有很大的重叠 那么就判定物品IE与IR相似 注意 这里不是根据物品的内容判定物品相似 而是根据用户的行为来判定物品相似 具体是用这个公式计算物品IE与IR的相似度 分子是同时喜欢两个物品的用户的数量 分母是做皈依化 前面讲过这个公式 这里就不再具体解释了 在工业界的推荐系统中 Item CF是最重要的召回通道之一 为了能在线上非常快速地做召回 需要离线维护两个索引 一个索引是从用户到物品列表 记录了每个用户最近交互过的N个物品 另一个索引是从物品到物品列表 记录每个物品相似度最高的K个物品 在线做召回的时候 要用到这两个索引 每次取回N乘以K个物品 这个数量比较大 可能有几千个物品 不可能全都返回 还需要做个筛选 Item CF用这个公式 预估用户对每个物品的兴趣分数 这个公式用到用户对物品的兴趣分数 和物品与物品的相似度 两种分数分别记录在两个索引上 再给物品打分之后 返回分数最高的100个物品 作为召回结果 这节课内容讲完了 后面几节课会讲解其他几种召回通道 最后我打个招聘广告 我们是小红书最核心的业务部门 我们负责小红书的搜索和推荐算法 我们长期招聘优秀的算法工程师 校招 社招 实习我们都要 我们的用人标准 跟其他互联网大厂的核心业务部门 基本是一样的 大家可以自己选工作地点 上海和北京都可以 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发个紧例到我的邮箱 如果你跟我们的用人需求匹配 我可以安排你进我们团队的流程 或者把你介绍给其他团队的负责人